刘老师 你看今天讲这么多 我现在有点懵 就是出汗的到底是好是不好 他能提出这么个问题 其实他不是出汗不好 而是出汗的第一是位置不对 位置 再有一个就是量的问题 那这就不好了嘛 如果位置也不好 量又大 那就不好 其实我们国家呀 很早就已经通过发汗的形式来调理身体了 我说这话的意思知道吧 出汗本身是好的 出多少 在哪出 是有说到的 《本草纲目》里有这么一句话 说这人体弱繁碳 汗出而尽 他指的就是说这人发烧的时候 这个身体表面一摸 灼热烫手 我们可以通过发汗的方式 使毒血 随汗外泻 让这个温度降下来 要我说啊 田文老师 您看今天我这么活跃 是不是 我吧 一直也想发发汗 您是不是能给我来个什么营养菜 让我今天也发发汗 空调吹的这一天呢 为真头 难受 行 那就给莫凡今天做一道 能够排除体内水毒的姜丝焖鸡 大家好 我是可欣 今天的这道姜丝焖鸡 由我来为您制作 它用到的主料呢 就是净鸡一支 大家看这边呢 还有很多姜 姜丝焖鸡啊 咱们这个姜的量要大一些 首先 我们先将鸡剁成大小均匀的块状 现在呢 我们将剁好块的这个鸡肉 放到盆中进行调味 我们将鸡肉内呢 加入料酒 生抽酱油 蚝油 白糖 盐 鸡精 白胡椒粉 香油 抓拌均匀 拌匀以后呢 我们腌制三十分钟 将姜去皮 将去好皮的姜呢 切成粗一点的姜丝 现在起锅点火 下入色拉油 油热以后啊 我们下入姜丝 把姜的味道啊 炒出来之后 下入刚才腌制好的鸡块 连桶汤汁一起倒入 烹入料酒 加入少许的清水 烧开以后 转小火 加盖焖至三十分钟 好 时间呢 差不多了 咱们改成中火 收汁 关火 最后呢 我们撒上一些香葱末 今天的这道姜丝焖鸡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铁红老师为大家做的这道姜丝焖鸡 您可以立即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将自己的营养菜 以照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发给我们 将有机会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中来 更有超多现金红包等着您 如果您也想吃出健康 那么就请跟着我们一起 每天学做一道营养菜 排毒录录通 越补越轻松 从今天开始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发来您的排毒需求 就可以收到本次排毒周活动的打卡链接 每天跟着节目到链接里进行打卡 八天打卡全部完成的朋友 就能开启幸运转盘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